老师好 威力导演启动的时候呢 在桌面上点选这个威力导演的程式 当你安装完 就会有威力导演的组程式 一个摄影机长这样 那启动了以后呢 这里是预设威力导演的模板 有旅游的 很受欢迎的模板 旅游的家族的社群媒体 价值食物 你要装完整这里才会有 这完整上次我们给大家来过 那预设影片是16比9了 现在不是做16比9 要不然就做9比16 其他大概都不会做 其他已经过时候不合适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来做 那这个等一下毕业典你会使用 再来教这个幻灯面编辑器 启动完我们就点 时间轴影片编辑器 开起来 就进到威力导演的 来简单见面我们大概说一下 上次有教过 它的主功能在这里切换 好切一下 左边第一颗叫媒体工坊 我点第二颗片头 片头你要装完整才有 这里片头很棒 这里片头有相当多上千个 哦 你在做生日主题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圣诞节要从这里做 第三个是文字工坊 我可以加一些文字 当你安装完整的时候才会197个 第四个是这个叫做转场特效工坊 有276个 再来这个是特效工坊 有190个 那再来这边呢 负叠工坊 120个 120怎么看 这边全部120个 那运动类有8个 一般有55个 做分类 接下来又下一个 绚丽工坊 113 那这里是混音工坊 在这里可以调整 语音 背景音乐的 大小声 再来还有点点 点点这边还可以及时配音 也就是说 你可以录你的声音在我的影片里面 那字幕工坊 我们先 诶老师怎么没亮 因为没素材 那张杰工坊淘汰了 张杰工坊是做什么用 做那个光碟的时候 现在没有人在烧光碟了 哦 所以这个地方他当然还保留着 好来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来 那我点了他以后呢 点这个媒体工坊 这里是所有素材区在这里 哦 所以点这个 这基本的操作 好来 我现在点在这个媒体工坊 这个第一个媒体工坊 当我点这里 好 我点了这个素材 我就可以从这里来播放 先播放看看 如果你要用的话 就拖一道时间轴 所以这里叫做功能区 这里叫做预览区 这地方叫时间轴剧本 他基本的操作是像这样 那不过呢 我就先把删除按Delete 这个素材 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 说要怎样呢 点九宫格 做什么 清空媒体柜 各位看一下 通常开起来的时候 那威力导演开起来 怕你没有的练习 给你一些现成素材 这跟我们的影片都没有关系 所以开起来我就会先点哪一个 这里 然后把清空媒体柜 再把你的素材叫进来 所以呢 点这里 这时候再 点这里 这个九宫格 清空媒体柜 就出清了 好来 请各位先启动你的威力导演 先清空媒体柜 各位